在俄国李司长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男子组合团体 名字叫纯球五八 纯球五八这个组合倒立是那五个人 李司长又好几种说法 其中有种说法是这样的 这个男团的成员分别是齐桓公 松下公 金文公 处爪王 还有一个就是秦木公 秦木公是秦德公的儿子 秦成公和秦选公的弟弟 秦木公在他哥 秦成公去世之后就解替他哥 到了秦国国军 秦木公是一个又怨大包袱的人 他理直要讲秦国待上八重的地位 在现在的山西圣性暗是洞边 又有一条河顾名叫紫税 此后这条河盖名叫八税 也叫八和 这就是亮前多年前 秦木公为了表明自己要带令秦国董储 惩罢众原始做了你的flag 在秦木公经历的第一年 他又待人大下了毛巾 此后秦木公把秦国国军金仙公的女子给去了 在秦木公这次去媳妇的时候 秦国排家的人里面有个闹海就摆了一起 这个闹海当时已经启示多了 以前是余国的大夫 秦国把余国灭了 此后百里喜就成了秦国的俘禄 金仙公加女儿的时候 可能向着这个老海也没有啥用 就顺手把百里喜当作培家的英臣给了秦木公 但百里喜这个老海虽然年龄大的退却还坏得很 此后就给跑来 最后让出国的人给抓住了 秦木公非常忠实人才 当他听说百里喜非常有才子后 就派人去出国赎百里喜 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他秦国弄回来 但是又害怕处家处得太高了 出国也发现百里喜这个人才 所以就换了个套路 派人去出国说 能没有个拍家的老海泡到你这来来 要不然给你误掌黑羊皮 你把老海还给我们 出国当时也不知道百里喜到底是个弄撒的 老海起事多了也没有遗报 要是出院了还得自飞 所以就说 给给给赶紧把你老海给你多回去 能不能飙 此后百里喜就到了秦国跟着秦木公婚 并且还把比他更厉害的 他祸及剑术介绍给了秦木公 又了百里喜和剑术这两位牛人的辅佐 秦木公可谓得性应受 到了秦木公积为第三十三年冬天的一次后 秦国在秦国的榜夫人才其次 派人抛回来给秦木公说 那现在又秦国被大门离岳死 你赶紧派人过来讨习 到时候咱力饮歪和把秦国绑个轿子 然后秦木公就问了百里喜和剑术 看讨习这四郎弄不 由于秦国离秦国比较远 所以百里喜和剑术就给秦木公说 咱给人家秦国离的伤钱利路 中间还搁了好几个主护国 隔三大牛这四怕弄不成吧 而且你能知道 秦国就没有电台防碑 才就悄无神细的出现在了秦国 但秦木公这会儿已经铁了心了 就派百里喜的儿子蒙明师和剑术的儿子 喜悉书白一病 带着人去大秦国 当秦军走到华敌 碰到了秦国一个牛番子 名字叫贤高 贤高害怕秦军把自己给咔嚓了 所以就把自己准备卖的牛献给了秦军 给秦军的首领首 那么国军已经听说 规国要来右号的头心了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欢迎您摔死来干 并且拍个用这十二头牛来犒劳你们 你看咱这牛是杀吃 是泡沫吗还是弄夹摸呀 蒙明师道人挺嫌搞这么说 人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咱还讨夕个仨了 算了不大正果 但是咱都出来了 孔兽回去这也不合适吧 蒙明师喜悉书白一病 这三个人给跑美看 这华国不是闲着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然把华国灭了算了 于是华国从此就消失在地图上 华国金国的孝迪 孝迪被起伏 当大哥的金国肯定不会羞受旁观 于是金小公就待人在小那个地方 全捡了秦军 由于金小公他把金文公的一个媳妇秦人 所以才把蒙明师喜悉书白一病 这三位领导给放回来了 等这三个人回到秦国 本以为自己大了白账回来 之后秦母公肯定要收拾 但某些道理是 秦母公竟然喘着丧符 寝自在脚外迎接他们 秦母公一见这三个人哭了 说哎呀 恶不停落人言 全个吃鬼在眼前 百利喜和剑叔没有把俺能圈住 让你们受苦了 之后便把这三个人管服原职 这一瞻就是李四上黑为名的小子瞻 小子瞻的灿白 假如金国恶受在小韩捅刀 让秦母公意识到了一地 秦国要是强行董楚 只能是无微的消耗国力 所以秦母公直接叼头了凯脱西方 之后便出现了一国十二 凯迪前例 惩罢喜荣的局面 秦母公调正战略国策 放弃董楚到惩罢喜荣 是秦母公在为最后三年干的事情 秦母公也在挡了秦国三十六年国军之后去世了 秦母公是秦国法战司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国军 他以省度在为自己能够带领秦国董楚 等上八度地位所奋斗 秦母公惩罢喜荣 不但为秦国营造了一个广阔而稳定的后访 也在列强中奠定了秦里大国地位 秦母公这种以省度在为自己所定的目标 而努力奋斗的警神 不但激励着之后的秦国国军 要为我们后人诠释了一个道理 flag不要随便理 立了人就要夫得人好好干